无动说跑步 拯救爱鞋只需要一管胶 互联网时代 我购物都通过淘宝京东直接来了 然后这双鞋 大家看鞋面 对这是一双salty magic 知道亚瑟士品牌的人 对这比胡走更快 应该是亚瑟士家族目前最快的一双跑鞋 我挺喜欢它的 上面都很好 但遗憾的是 大家看就这部分的 那你说是扔掉吗 今天我带着大家用几分钟时间 让它老数发心芽 城市里面已经很少能够找到 让你能够修复爱鞋的 它动不动就说给你整个包上一层橡胶 这不是你想要的 所以你可以自己动手风衣足食 修够 你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我有一群玩滑板的伙伴 他们的滑板鞋经常磨掉 那我问他扔掉吗 他们说这个怎么可以扔掉呢 自己修呀 非常简单 我已经修了好几双了 所以现在熟门熟路 你看挤着胶 对一个在你磨损容易的地方给它粘上 它其实就是一层橡胶 那这层橡胶的话 附着在上面 那么把你特别容易磨的这个点给覆盖上 这不就又重新焕发了新生吗 然后不要着急的穿它 24小时之后 哎呀我已经修复了好几双 所以我突然看见自己动手啊 风衣足食 它能持续多久 我的目前的经验是一次上胶 一次马拉松 所以我又拯救了一双爱鞋 有部分的伙伴 如果这边磨的多的 那你就往这边走 你每个人的步态不一样 所用的方法不一样 这是修复的 这是还没修复的 亲爱的伙伴 学会了吗